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随便便,就能够把名字写上去的,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,比如孙悟空想要成作,必须满足的一点,就是消除自己心中的魔眼,也就是化成的六耳弥猴。 既然封神堡如此厉害,是不是说只要拿到这样一个天地至尊的法宝,就能够拥有无限的未来呢? 当然不是这样的,其实在封神演绎的故事中,对封神把争相抢夺的其实并不多,真正重要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势力能力,说白了就是法宝,只是法宝,真正重要的还是人本身。 在电视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中,天界的最强大Boss也就是天地,它的名字叫做紫薇,自古以来代表神秘高贵的颜色,都是紫色,只不过后来有了金色,于是有了紫金王朝这样的一个说法,只不过天地紫薇确定有来头。 首先要说的就是紫薇斗术,这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行为心理学,也是最为精准的算命术,而且在中国的传统命理学中,有十四处星的说法,其中有一个星就是紫薇星,这个星盘的人有点是领导欲强,后时稳重,当然也是有缺点的。 那就是刚愎自用,虚荣心重,代表人物是刘备,如此看来,天地紫薇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,从电视剧里面的剧情而言,也的确如此,天地紫薇领导欲特别的强,于是一点也不光非常的冷,只不过虚荣心很强,想要处处都得到别人的尊重,而且自己说的别人就不能反驳, 这也给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,此为天地是谁封的的,如果是江子牙的封神堡封的,也有理由这样说,因为在电视剧里,倒是出现了二奉被坐上天地宝座,则论与从天界神仙里面出名了,这里我们可以看出,其实封神堡只是一种认证罢了,对自己的实力影响并不大, 那么江子牙的封神堡到底是有什么效果呢? 其实菩提老祖是知道真相的,那就是用来约束天上的神仙的,这也是为什么菩提老祖选择隐居在方寸山,并不出现在天庭的原因, 对于菩提老祖来说,一旦自己被写成了封神堡,虽然有很多的资源,比如盘桃和仙丹可以使用,但是寂寂离下受制于人,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就朝不保夕,比如天鹏元帅和卷帘大将,一点防抗的余地也没有,就连杨剑也得倾从圣旨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